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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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一个宣教的一个行程 当然这个行程是不得自己定的 这样一个使命不得自己给自己的 而是主耶稣基督在离开升天之前 很明确地告诉他的门徒 要把福音传到地基 从耶路撒冷开始一步一步地往外传 所以使徒们这样做 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 把福音要传到地基 那事实上当我们来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事实上信徒们在这个之前 早就已经随走随传 这个是早于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他们在耶路撒冷或者哪里 听到福音之后 他们遇到事情 要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 被逼也好 或者自己离开也好 他们就把他们所领受的福音 随走随传 他们到哪里 他们就把福音传到哪里 就是这样的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福音就被传开了 感谢主 早期教会的信徒 带着生命之道 随走随传 但是教会在第十三章那边 也让我们看见 这个安提阿教会 他们很正式地 拆派了他们的宣教士 出去传福音 那这个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 这段经济记载了 他们奉得圣灵的吩咐 也奉得圣灵的差遣 也就是教会 按时禁食祷告 按时到他们身上 就打发这三位宣教士出去了 这是可以说在历史上 在教会历史上 是第一次正式地拆派宣教士 出去宣教 那么这个宣教的队伍呢 有巴拿巴 有保罗 当时叫做扫罗 那么还有一位年轻人叫约翰 或者叫约翰马可 John Mark 这个约翰不是圣经里面 写约翰福音书的约翰 也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约翰 是另外一个约翰 是个年轻人约翰 所以三个人成为第一个宣教的队伍 从安提安那个地方被拆派出去 那么我们看这个地图 大概可以 隐约可以看得见 这边这个图呢 我们就看这边是地中海 所以这个是他们路线 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这次第一次旅行船道 他们所活动的范围 是在地中海的东北的这个区域 那么是这么一个继续 放大了就在这个图 是放大的图 他们所离开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安提亚 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离开了安提亚的 他们的教会 然后呢 就一路就 从安提亚 这个红线是他们的起点 出发的路线 到塞浦路斯 也就声音说 是居比路这个地方 然后就 结果水路 又进到了亚细亚 这块地方 就是所谓的亚细亚 就是小亚细亚 也就今天的土耳其 从这个红线 是往这个 是去的路 蓝线 是回来的路 所以兜了这么一大圈 他们从安提亚出发 主要的活动的范围 是在亚西亚 刚才我说了 他们第一个地方 是进入了居比路 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 为什么到居比路呢 因为巴拿巴的家乡 就是居比路 它是居比路 它生在居比路 所以它就第一个地方 就到了巴拿巴的家乡 他们从东边的撒拉米上岸 一直经过全岛 一直到了西边的帕弗 帕弗是当时的 居比路的一个首都 首府 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 是他们的第一站 第一个侍奉的地方 在第十三章 也就描写到 他们在所发生的事情 遇到了方伯 遇到了一些人的阻拦等等 然后离开那边 这方伯 表示说基于路那边的 最高的地方官 也信了主了 他们就离开帕弗 就从别家 进到了小亚西亚这一带 一直走到比西底的安提亚 也走到以戈念 路斯德 还有特比 所以这几个地方 总共的行程 水路 陆路 整个都一大大圈 居然保罗 巴拉巴 也走了 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 很不简单 今天我们出去旅行 跑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回来就好累了 对不对 我们出去短圈 台湾短圈 我们也就去一个礼拜短圈 我本来这边想说写个短圈队 保罗 巴拉巴 约翰 后来我想不能写短圈队 他们这个短圈队 一跑就跑两年了 而且当时的两年 所经过的患难 艰难 负得代价 真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 最近有人给我一些中国一百年前的照片 可能周围可能都看过 有没有发来发去一些 中国一百年前的照片 不是两百年前 是一百多年前的照片 我们就已经发现 我们现在跟他们差得好远了 而且那照片里面还有一些有钱人 甚至还有慈禧太后等等的 他们所做的教子 整个状况或当时的皇宫的情形 一看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皇帝 每个人都是皇后 每个人都是享受的 君王当时享受不到的一件事情 你说对不对 我们今天人实在是 比起一百年一百年前 我们实在是太享受了 我们实在是太进步了 那两千年前那更不要讲了 两千年前他们那个时候 保罗 巴达巴 约翰那个时候 他们哪有游轮可以坐 过海的话坐什么 坐什么船 帆船 对不对 上了路 有车子坐吗 你想有可能吗 都是走路 靠两条腿 就这样子走 一个层 一个层 一个阵 一个阵的 就这样走 在外面这样子奔波 两年的时间真不简单 真不简单 要付上多大的代价 真的不简单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就用十三章十四章 来记录他们这两年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一读就读过去了 这样十分钟不到十分钟 五分钟十分钟就读完了 但是他们是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他们是两年多的时间在路上 哎呀 真是 求主帮助我们在念这些使徒们的行踪的时候 让我们停下来 来思想思想 停下来 来回忆 回想回想 或是体会体会 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也从体会当中来体会 他们那种 为着福音的缘故 为着主的缘故 所付上的代价 那种心智 他们那种不变的心智 那种 那种 尾声的心智 哎呀 真的太不可 好像太难得了 我们今天都很难看到 或者很难能够想象 这样的心智 这样的代价 这样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读这些使徒行传的时候 读这些历史的时候 让我们不是就这么轻易地就过去了 就这么过去 让我们能够停下来 一段一段停下来 看到他们所付的代价 以及神怎么带领他们 神怎么帮助他们 在他们旁边扶持他们 每一站每一站地往前走 请大家打开 我想这位都翻开了 十六经的第十三章 你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很明确的是 这些人传到 这些宣教士 这些使徒们 很明确的是 他们知道 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他们一路上 到底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非常非常的明确 他们是宣教士 他们是要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是什么信息呢 这个信息就是神的道 这个信息就是要传上帝的道 这位上帝是永活的上帝 是这样一个 正这样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使命感 所以无论他们到哪里 就看见 他们在传神的道 神的道 神的道 很快的 我请大家注意看下第十三章 第五节 你看到他们到了 基比路 到第一站的时候 你看第五节 他们到了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位堂里 传讲什么 神的道 有约翰做他的帮手 然后到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遇到 有行法术的人等等 然后请大家看第七节 就看到有个方驳 叫做仕途保罗 是个通达人 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 要听什么 要听神的道 只是那个人的 只是有行法术的 在那边抵挡他 叫方波什么 第八节最后说 不信真道 第九节 扫罗有名保罗 就定睛 对责备这个 第十节说 就责备这个 这个新邪书人说 你就充满各样 这个诡诈奸恶的 魔鬼的儿子 中山仇敌 你要混乱 主的正道 还不止住吗 对不对 你看很明确 那么结果他就说 你就要瞎眼 就果然这个人 这个方驳 阻挡主道人 就瞎了眼了 第十二节 这个方驳 就是当地的地方官 看到这些所做的事 就吸其主的道 就信了 所以你看见没有 一路上 这重点 就是主的道 主的道 神的正道 神的真道 他们一路上 过了海 就来到了 比西迪的 进入了别家 庞菲利亚 就进到了比西迪的安提亚 继续告诉我们 他们进了会堂 犹太人的规矩是 他们在安息日 都要聚会 在会堂里面聚会 保罗 巴拉巴 是犹太人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 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一定在 办安息日的时候 一定先到会堂里面 去崇拜 去聚会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 他们在比西迪的安提亚 就进到了会堂里面 跟当地的人来聚会 那他们的规矩是 假如有外地人来的话呢 这广会堂的负责人 会请这些远道来的 这些犹太人 他们的同胞 来分享 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 这个很客气的一种做法 保罗就不客气了 抓住这个机会 怎么样 保罗就站起来 举手 来宣讲 他所带的使命 所传讲上帝的道 这段话 从第十六节到四十一节 是保罗在比西迪安提亚 所传的一段的道理 一段的真理 一段的信息 非常非常的重要 虽然今天不在我们读的范围之内 不过我要再次的提到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真理 也就是保罗所传的神的道 很重要的内容 保罗一路上跟巴拿巴 他们的使命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攻击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的接待 怎么对他好 或者对他不好 这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 他就是要传神的道 其实这段话 这段神的道 保罗所传的 是这段圣经里面 从十三章到十四章 所有这次的 第一次的云传道里面 唯一记载的 他所传的道 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可以想见 保罗在这段时间 两年半的当中 在刚刚我们所看的 那个图的里面 各地各方所传的道 不知道有多少次 多少堂 讲究多少多少圣 这些事情 圣经都没有 再多说了 但是各位你可以知道 保罗不管再怎么讲 不管再怎么说 都在这短短的 这几节里面 所以今天我要再次地 跟大家 把神的道 保罗所说的 再次地呈现 大家在他面前 归纳在大家的面前 我们要知道 这是保罗巴拉巴 在当年所传的神的道 无论他们到哪里 他们所传的道 就是这个道 不改变的 你可以想起 对他们来说 他们没有别的道理可说 没有别的话可说 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 就他们所要传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哎呀这个事情 我们早就知道了 这个事情 我们说了多少次了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 好像就 不太愿意再多说了 或者我们就不耐烦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让我们再次 从保罗跟巴拉巴巴身上 看到他们那种传福音的 那种热情跟使命 他们那样子 他们那种非常清楚的 非常执着的 他们上帝 派他们出来的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福音 要传得清楚 要传得完整 因为神的道本身 就要产生大能 神的道德本身 要叫人悔改 神的道德本身 要叫人得自由 得恩典 得平安 保罗这段话 我把归纳下来 就是打在荧幕上的 这五点 保罗第一点他说 耶稣基督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的出身 是大卫的子孙 他要强到这一点 因为这是上帝的 救赎计划的预备 对着以色列人这样讲 对着外邦人也这样讲 你说对外邦人 不是多余的吗 对外邦人干嘛讲这个事情呢 亲爱的兄弟们准备 对今天对外邦人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重不重要 可是你说不重要 因为跟我没关系 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弟兄姊妹 错了 耶稣若不是大卫的子孙 对我们这外邦人 就麻烦了 因为耶稣若不是大卫的子孙 就不是圣经里面 所预备的 所计划的上帝所预备的 一个救赎主 一个弥赛亚 所以这些教会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准备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从旧位到新约 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 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从旧位到新约 这些事情 让我们知道 要认识这位上帝 不是要我们学历史 不是要我们记得一些历史的故事 历史的知识 不是的 要让我们知道 在历史当中 上帝掌权 在历史之上 我们看到 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 所以我们借着 以圣列人这些故事 让我们要知道 上帝是多么伟大 这位上帝是主宰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而且 耶稣借着十里复活 来证明 祂是所应许的救主 因为耶稣不但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符合了圣经里面的 旧位的这个要求 或者是圣经里面 所说的这个预言 耶稣的十里复活 更证明 祂就是世人的救主 这不是我说的 请大家注意 这都是保罗在短短的 这段话里面所强调的 对耶稣的十里复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 保罗在全讲的时候 大概是主后44年 或者46年 所以换句话说 是在耶稣复活之后 大概不到20年的时间 大概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很贴近 很贴近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 换句话说 很多人 有很多的机会去考证 到底保罗说的对不对 到底你们这些人讲的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因为才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要查证 很容易的 所以这些事情不能乱讲的 但是保罗很明确地说 耶稣基督不但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也复活了 来证明 祂就是所应许的救主 耶稣假如是弥赛亚 耶稣是 也曾经挂在石架上的 这位耶稣的话 十里复活固然是很好 证明祂的大能 可是对于基督的石架 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很 很难去理解的事 因为若耶稣是救主的话 祂干嘛上十字架呢 耶稣假如是神的儿子的话 祂怎么会上十字架 怎么会去死 怎么会上十字架呢 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 十字架是一个失败的记号 耶稣怎么会上十字架呢 这个是从人的理智 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 当保罗在传讲 这段道理的时候 他很明确地讲 耶稣上十架 固然耶稣复活了 证明祂的神性 证明祂是救主 但是耶稣的石架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耶稣的石架 才成就了救赎世人的 这一切的恩典 耶稣假如只是复活 证明祂是神的儿子 说老实话是不够的 耶稣的死 跟耶稣的复活 同样重要 你不要以为 耶稣复活很重要 证明祂是神的儿子 亲爱的弟兄弟 耶稣的死也很重要 因为耶稣若不死 我们的罪都还在 耶稣若不担在石架上 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 我们今天我们的罪都还在 所以耶稣的石架 是救世之道 耶稣的石架 在人看起来 好像是个羞辱 是个失败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 这个是荣耀 因为耶稣的石架 表明我的罪得到赦免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罪得到救赎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福音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保罗每一个 每一条都非常重要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祂的实力复活 证明祂是应许的救主 基督的石架 救世之道 所成就的 是救世之道 而且这救世之道 所成就的 就是赦罪和称义的恩典 今天我们人 怎么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 今天我们人 凭什么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 今天我们凭什么 我们能说 死后我们可以上上天堂 凭什么说 我们死后我们可以进天国 凭什么 很多人说 我就凭着我的一生 有做的好事 人最多只能这么说 我凭着我的好事 凭着我的善情 凭着我这个 凭着我那个 大家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上天国 不只自说自话 就能够去的 不要说天国了 来美国都是这样子 你说对不对 对不对 你来美国 你怎么来的 你凭着自己的想法来的吗 凭着我在 我觉得应该怎么样 到美国就到美国 我学英文 我就能到美国来吗 我做人的好事 我就能够到美国来吗 你有钱就能到美国来吗 今天美国可能是这样子 让你有钱就进来 你有本事 美国就把你 把你收罗进来 这就是美国 但至少是按照美国的法令 按照美国的规矩 对不对 今天你要进天国 你按照谁的规矩 按照上帝的规矩 就这么简单 按照天国的规矩 怎么按照你的想法呢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人凭什么到天父的面积 人凭什么进天国 你罪不得赦免 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达到天国的标准 那不是不可能 不要说做好事 罪不得赦免就进不去 就那么简单 做一辈子好事 你的罪没得到解决 那还是进不去 你还是罪人 今天为什么 实际上的恩典这么重要 为什么耶稣 实际上的救恩 成就了救世之道 就是因为实际上的恩典 耶稣基督复活 这整个告诉我们 只要相信耶稣 他就担当我们的罪 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因为他担当了我的罪 我之所以能够称义 算为无罪 是因为上帝称我为无罪 上帝算我为无罪 因为都看在耶稣的面上 看在耶稣的份上 因为耶稣替我赎罪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认罪 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就是使徒 他们到处奔跑 要传的道理 不但是如此 最后一点还说到 使徒勿要很久 在上帝的恩典 这新闻告诉我们 保罗讲完这段道的时候 众人们都很渴慕 要求保罗继续地再跟他们讲 所以在42节43节散会之后 有些犹太人和近前的 进犹太教的一些的人 这也就是原来是外邦人 他们进了犹太教了 很多人听到保罗所传的 就很受感动 他们就要他们 继续跟他们讲道 而保罗 保罗巴也继续跟他们讲道 第43节说 劝他们勿要很久 在神的恩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很自然 因为我们也常常看到 这样的话语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句话在当时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革命性的一句话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所讲的 不是讲恩典 以色列人他们彼此所谈的 所督促的 就是要遵行律法 遵行律法 好好的遵行律法 不要犯律法 是犹太人跟犹太人讲的时候 就是讲这些 成体有没有错呢 也没错 按照他们所理解的 是要遵守律法 是要行律法 但是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以后他写的书信 就很明显告诉我们 律法能是叫人知罪 以至于人能够 因为律法的缘故 能够知道我们何等 需要上帝的恩典 所以这个地方 保罗跟这些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进入太教的人也好 跟他们讲说 我们要很久地 持守自己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固然我们要好好的来 明白神的道理 神的律法 神的旨意 我们都要继续地遵行 但是我们不凭着这些得救 我们还是凭着上帝的恩典 而得救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替我们赎罪了 我们要活在 他的恩典当中 常常从感恩的心 很谦卑地 从感恩的心 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一群人 以至于 在这样的体会之下 我们好好的来遵行 上帝的旨意 好好的来遵行 上帝的吩咐 靠着圣灵的帮助 生命的更新 我们能够把圣经的话语 能够活出来 这就是保罗 在神的道德里面 我们归纳出来 最后面一句话 信徒悟要很久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这个很久的意思就是 要不断地住在 上帝的恩典当中 这个原文就是 住的这个字 要继续不断地住在 把自己藏在 把自己安置在 神的恩典当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必须要记得 这五个项目 神的道 从第一世纪到今天 上帝的道是没有改变的 感谢主 所以你今天记得这五点 你不用担心 到了明年十年之后 上帝又多加了一条 上帝又多改变了 根正版 对不起 没有根正版 救恩就是这样子 感谢主 好好的把它记下来 放在心里面 基督徒都要明白 这是上帝的救恩 今天我们也需要 拿着这个使命 拿着这个真理 来到处宣扬 来为主做见证 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透过基督 能够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唯有十字架 唯有他的救恩 唯有他因死里复活 这样的一个恩典 我们能够靠着 罪得赦免 得以称义 能够活在 上帝的恩典当中 当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 抓住上帝的话语 在很准确的 在传讲的时候 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条路不是一个 容易走的路 宣教的时候 固然要明白 还很明确的知道 宣教的信息 可是宣教这条路呢 却是一条很明确的 是一条十字架的路 是一条要付代价的路 是一条甚至要流血 不只要流汗 还得要流血 甚至要殉道的一条路 早期的信徒 当我们看到他们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现代的基督徒 真是要受震撼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 他们信主 不是要为了事业发达 他们信主不是为了要身体健康 他们信主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有任何的好处 他们信主 马上就遇到灾难 他们信了这个道理 神的道立刻就要受逼迫 甚至要准备为这样的真理来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说他们干嘛要信呢 今天我们 今天我很多人基督徒 今天很多人信 因为这个耶稣基督 真是太好了 他真的帮助我度过难关 他医治我疾病 他听我祷告 带给我平安 带给我洗了 带给我祝福 今天要是徐牧师告诉你说 你信了主了 就要受逼迫了 外面人就要你的命了 那个西约里面 那些狮子就等着要刺你了 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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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都不敢回答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感谢主有人点头啊 信 为什么信 杨弟兄 你为什么信 你信我好像要就死 你为什么信 盼望在天上 你知道早期基督徒 为什么信 因为 这都是真的 因为这是真理 真的是如此 真的有位上帝 真的有耶稣 是大卫的儿 大卫的子孙 他真的从事里复活 他真的在施加上 替我死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圣灵真的是降临了 而且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心中 做感动 引导好我们 这都是真的 弟兄姊妹 今天你要信福音 信主 固然啦 耶稣基督真的会祝福你 真的会给你平安 真的要真的给你 这样的帮助你 度过来的难关 这都是真 这都是对的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因为这是真理 这是真理 所以早期的信徒 他们走下宣告道路的时候 他们就愿意为这个真理 而付代价 所以遇到有人逼迫的时候 他们不会说 我是传上帝的道 怎么上帝就不帮助我了 为什么上帝不把他们统统杀死 统统好像保罗说了 连一个都变得瞎眼了 他们因为很明确地明白 这是上帝的道 以至于一切人间的抵挡攻击 他们都不放在心上 有的时候神没有把这些仇敌 一个打倒 一个倒在他们面前 但他们怎么 他们仍然相信 因为上帝就上帝 上帝有更高的旨意 上帝今天没有把你打倒 上帝今天把你打倒了 事上上帝祝福你 因为让你好好的知道 你在抵挡上帝 上帝今天没有把你击倒 你以为上帝打不过你啊 使徒们是这样的一种认识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永远是上帝 永远是主 所以人间的这些抵挡 在他们来说 不是抵挡他 不得动摇他的任何的因素 弟兄姊妹 他们就是这样子来走实际道路 你看见 在这样的信心之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使徒们是天天的凭信心往前走 凡事完全地仰赖住 在外面旅行两年半 他们吃什么 他们喝什么 每天晚上住在哪里 他们有没有先计划好 今天我们出去旅游 今天这一站 下一站哪里 刚好安排住的地方 旅馆啊什么都先订好了 飞机啊干嘛都先订好 一站一站都要订好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吗 那样子可能是这样子的吗 不可能嘛 所以他们是怎么样 每天凭着信心往前走 每天 每一件事情 只有靠主了 仰赖主了 是这样子的时候 当他们再这样走的时候 他们的确也不断地看到 主的手在引领他们 主的手在保护他们 主的手在他们的旁边做工 证明他们所传得到 来印证什么 来印证他们所传的是万民的福音 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这样的真理 不是只有犹太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 哎呀 遇到了仇敌的势力 他们就刚强状态 一点都不惧怕 他知道我们 他明确知道 我们的上帝 大过你们 太多太多 上帝要是没有处罚你 上帝是怜悯你 容忍你 再给你机会 他们不悲不抗 人用各样的方法 用毁谤的方法 用不讲理的 这个抵挡的方法 用各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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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唆的方法 逼迫的方法 什么方法都来了 就要抵挡你 神把你逼你 离开这个地方 不让你 不让你立 不让你立足 保罗巴拉巴怎么样 跺下 脚上的成土说 没问题 我们继续往前走 可是呢 跺成土什么意思 若有什么事情 你们自己负责 有什么 不良的后果 不好的后果 你们自己负责 我们尽我们的责任了 神到我们传了 听不听是你的事 我们就往前走 这么样子的坦然 这样子的不卑不亢 往前走 你们不要福音 这是你们的事 你的选择 可是我们可要好好传福音 因为上帝恩待你们 你们不要上帝恩 那你们活该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继续往前走 就这样一种心态 继续往前走 不是说不爱这些人 他爱这些人 可是 他们更有尊严的 有目标的 继续往前走 宣教的路上 他们遇到仇敌 宣教路上 他们也有同工 几个人在一起生活 也不容易 两三个人在一起 同工不容易 当中有个年轻人 走了一半就不走了 就回去了 约翰就回去了 半途而废就走了 剩下两个 保罗跟巴拉巴 两人继续往前走 这两个人脾气很不一样的 一个人比较冲 一个人比较温和 一个人 各有各的恩赐 各有各的能力 两人很不一样的 你说两个人会不会 会不会有摩擦 两人会不会 需要学习 要锻炼 要是不是要磨合 一定的 天天在一起 两年 每天活在一起 不容易 不容易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服侍 在同工 很多 很多锻炼 很多很多的学习 很多很多的磨合 但是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同样一个福音的缘故 为了同样一个生命的 知道的缘故 这些都值得 这些都值得 而且上帝要在这一当中 证明他生命的道 真是生命的道 我们在传福音的人 我们继续地被福音所改变 这就是福音的道 的厉害的地方 你越传福音 你的生命就被福音所改变 不许改变别人 当然别人会改变 因为听到福音 他们会改变 但是传福音的人 也要受改变 我们也要受改变 我们要受对付 我们要破碎 这就是一条宣教的路 这就是早期教会 让我们看到的 传永活神的道 走十字架的路 传神的道 走十字架的路 这就是早期教会 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 一个榜样 今天我们基督徒 为什么要去了解 早期使徒们怎么样宣教呢 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当我们越了解 早期门徒怎么宣教 我们就越了解 生命之道 这是太不得了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在宣教的路上的时候 被人家说是 搅动天下的人 这个人是搅动天下的人 反转天下的人 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些是那些 要攻击保罗人讲的 说这个人不得了 这个人搅乱天下的 今天到我们这儿来 搅乱我们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没搞错 搅动天下的 其实不是保罗 也不是保罗的口才 更不是保罗的魅力 搅动天下的 就是生命之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地 在传福音 我们必须要很明确地知道 今天我们要看见 当年轰动 一个城一个城的 他们宣教的时候 不是保罗 不是师徒 那是神的道 历史历代 叫人痛哭流涕 认罪悔改的 不止传道者的口才 也不止他们的 什么表演的能力 不是 那是生命之道 叫人能够 欢欢喜喜领受 而且能够得到 圣灵充满的 也不是这些宣教士 如何如何 而是他们所传的道 叫人能够面对残暴的 逼迫 还有勇敢 甚至去殉道 亲爱的弟兄弟 也不是那些宣教士 去说服他们 感动他们 不是 这都是因为 神的道 生命的道 救恩的道 两千年来 传遍全世界 各地各方 各族各国的 也就是 上帝的 生命之道 今天 你在 看新闻的时候 你看到许多的战乱 许多的残暴的事情 许多 在阿拉伯 世界里面所看到的 那些事情 可能在你的新闻 在你的包装杂志里面 在你的电子上 没有讲到这些 但是我会告诉你 今天在阿拉伯的国家里面 有很多的基督徒 阿拉伯跟回教 是两回事 不是每个阿拉伯人 都是回教徒 也不是每个回教徒 都是阿拉伯人 今天在阿拉伯 在巴基斯坦 在伊朗 在伊拉克 在那些地方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有许多的基督徒 在这一切的战乱当中 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 很多基督徒 不但是被很残酷地被杀死 甚至到一个地步 他们不忍让他们的儿女 受到残害 他把他们的儿女都先 我实在没办法 讲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请大家 真是要看到 今天我们要 为那个地方的一些痛苦的 受害的人 祷告的时候 不单是为 那里基督徒祷告 真是要为阿拉伯人祷告 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 明天你读经书就会读到 明天主日灵修 每日灵修的题材 正好就讲到 以斯玛利 讲到阿拉伯人的源头 我今天预先地告诉你 明天灵修里面 我所写的东西 以阿之间的问题 不是因为 其实不是种族问题 他们原来都是一个源头 他们都是阿拉伯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都是同一个源头 今天很多人说 都是亚伯拉罕不好 都是夏甲 都是萨拉不好 都是夏甲 生了后代不好 弟兄姊妹错了 圣经里面 当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 固然有人的软弱 有人的失败 有人没有按照 上帝的旨意行的地方 但是这些人 不管是以斯玛利的后代 以撒的后代 都是上帝的所造的 都是上帝所爱的 他们的问题 不是种族 他们的问题也不是祖先 他们的问题是 离开了上帝 离开了神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主要求你 让他们能够认识 你是真神 你是上帝 在你有救恩 在你有色罪之恩 在你有实价的恩典 这是人类和平 唯一的一条路 唯一的盼望 都在这里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 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一切 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在今天 在这个时代 密切相关 求主帮助我们 这些世界的这些分乱 我们可能帮不了忙 我们也没办法做什么 但是爸爸的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的方向 我们祷告的内容 满足上帝的心 也帮助我们让这个时代 在我们的周围 也把主的真理 把主的生命之道 能够传递出去 让真正的平安和福音 能够让更多人得着 我们来唱首诗歌